男人主动开门让鬼子搜查 不料却发现门后藏的好兄弟金哥 转头的瞬间又看见女巴露带金花 为了不被鬼子发现破绽 男人当即就细精附体 捂着胸口倒在了门外 而见到这一幕的鬼子 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心脏病犯了 闻听此言的鬼子 当即就准备扶他去床上休息 但却被金玉一口回绝 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不能乱动 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就好了 我就不送大家了 由于鬼子之前在金府 已经断断续续的搜了不下二十次 于是这次也便没有太过载 紧接着鬼子就全部撤离了金府 而金哥和戴金花也总算逃过一劫 在一番简单叙旧后 金哥便表明了这次进城的目的 为的就是搞到鬼子的死海界 而金玉也回想起洋人在临死期 曾悄悄塞给自己一段交据 并且就藏在房梁上的鸟窝里 难怪鬼子搜了二十多次都没查到线索 随后金哥便和戴金花配合将其取消 是这个吗 是这个 紧接着金哥就仔细研究着上面的内容 可就当他了解完一切后 整个人却金哥说不出话来 原来鬼子所谓的死海境 竟然是要用生化武器摧毁东安城 然后再通过便利的交通输入 让更多的城市变为一座座死城 戴金花听闻当即就准备去江气摧毁 但金玉却认为不知道脏弹的具体位置 如果硬弓只会让鬼子狗急跳起 现在唯一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鬼子的内部 把情报掏出来 而最能够接近规矩的人 也只有正在卧底的博豪和文婷 为了能将死海计划告诉他 金哥便冒着被抓的风险找到博豪 可就当二人筹备计划之时 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博豪听闻连忙上前接听 但却被金哥拦了下来 这人就是暗号 这人已经来了 我不其然 村上带着鬼子大队来到了屋外 其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博豪的真实身份 因为频频发生的巧合事件 让龟井不得不怀疑他是军统的眼线 金哥虽然知道博豪这次凶多吉少 但现在的他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可狡猾的龟井却并没有审讯博豪 而是将文婷压上了老火灯 我不喜欢野蛮和暴力 但有的时候 他却能让你听着实话 随着高压电流的接通 文婷瞬间被电的浑身颤抖 但即便如此 文婷还是没有透露自己和博豪的身份 无奈的龟井也只能暂且相信他 随后 龟井便来到了作战指挥 由于死海计划的核心 是脏弹的埋放位置 为了确保计划的万无一失 龟井便决定将位置选在东安医院 但由于医院是属于金府的财产 于是龟井本着强埋强埋的人 直接从金玉的手上抢过来 并且还规定医院直接带日军伤员 如果你们能让黄军的伤员死一生 我就会强毙你们五个人 随后 金玉就被强行拉去医院杠了 但同时他也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网囡的人道